金庸笔竹飘 独竹飘又称为独木飘 在古代人们通常是用水来运输木头 在运输过程中啊 木筏会被水流冲散 木头飘的到处都是 人们在捡木头的过程当中 慢慢学会了独木飘的技能 画面上的这位女子名叫杨柳 她是贵州赤水独竹飘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之一 没有特效 没有威雅 就像天女下凡一样 在水上飘 很多外国网友都称她为第二个李子柒 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新名片之一 她不仅可以在水上飘 甚至站在竹子上跳舞 还不需要任何的保护措施 这让我想起了 在三峡旅游时 倩夫们做的贬豆粥 船身又窄又细 但是他们却能意外的保持好平衡 这也是倩夫工作二三十年积累的经验 那一根竹子就更难了 将竹子放在水面上 利用江水的福利 把竹子当作一艘简易的船 人站在竹子上 随着水流可以渡江 其实我们大多数人在小的时候 已经经历过水上飘了 很多公园里有那种大的观赏荷叶 很多小孩 甚至是轻一点的成年人 都可以站在水面上 可这竹飘不一样啊 这要是二三百斤的 基本上是没可能了 而且不仅要站着还要跳舞 对于自身的要求非常高 杨柳花了很多年练习 才能为我们展现这样优美的舞姿 细心观察您会发现 在我们身边啊 也存在着水上飘的活动 比如景区里的水上飘 用木板 然后连接起来 邀请男男女女 用助跑的方式渡过江水 很多年轻小伙都想展现一把 但实际上啊 没跑几步就掉水沟里了 我查了一下 目前来说国内能看到的 跑得最远的就是这位 千万别觉得这是一件容易的事 You can you up 你行你上 水面它区别于陆地 沙地 没有着力点 软软的 这对于人的平衡感有很大要求 像那些从小就不会骑单车的人 就别试了 人生来没有的 接下来也不一定会有 所以说这个哥们还是很牛的啊 虽然不能称之为是轻功 但是也还不错 水上跑吧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留言评论 我是小河南 下期见 拜拜